我今天早上本来打算一早出门逛一下景点 但是呢我起晚了 我现在还没有化妆 现在相机背后的这个男的脸很臭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是有备而来 我打算挑战一分钟化全妆 听上去很荒谬对不对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已经提前在网上搜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工具 希望他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挑战 一笔成型的高光阴影和腮红 一笔成型的鼻影和高光 一笔成型的眼影 可以直接印在眼睛上的眼线 眉毛硬张 口红硬张 大概就是这些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按不下去 3 2 1 开始 因为我过于轻敌 所以第一次惨败 这趴直接跳过 看一下结果吧 这是我一分钟化的妆 整个眉毛就是大失败 然后这边的腮红 也是结块的 没有弄晕 我申请向节目组再见 60秒 刚刚去卸妆 这次我修改了几个流程 一分钟化全妆挑战 第二次 结束 搜索 我啦 来回家 来回家 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只要一扫 然后你腮红和高光都有 还挺明显的 来回家 这个鼻影 我只推荐给鼻梁窄的人用 最关键的眉毛 超级雷 这个眉毛印章 因为它的形状 跟你自己本身的眉毛很难匹配上 我还是失败了 超级难用 这个眼影我必须要讲 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它也是只用扫一笔 就很有层次 而且深深浅浅的颜色都有 我这个时候时间快到了 我已经开始慌了 有点分不清左右了 画完画完 这个时候说实话 我内心已经放弃了 不在乎那个计时了 只想精心的雕琢下我的眼线 画完了 我给我紧张的脸都红了 真是 主要就还是眉毛这里 然后眼线呢 也比较慢 但是 我觉得这次的妆是OK的 是一个可以出门的妆 好 这个妆大概就是这样 我一会就带着这个妆出门 这个挑战我觉得算是成功吧 超出一点点时间 还能够出来 我跟你讲 自从上次做这个一分钟化妆挑战以后 我回不去了 这段时间我每次化妆都想用这些东西化 我今天这个妆 就也是用这几样东西化的 这几个东西是真的很好用 而且很有帮助 我把你们算一下 它至少能节约哪些步骤 灾红高光阴影一不搞定 眼影一不搞定 眼线一不搞定 鼻影和高光一不搞定 你需要用到自己化妆品的也就剩下粉底 睫毛膏 口红 还有个遮瑕 就没了耶 我大概算了一下 平均化一个全妆 认真化也就10到15分钟 绝对不会超过15分钟 而且是可以随便去逛街上班 就是那种比较随意的场合 当然如果你要去那种很正经的 什么参加奥斯卡典礼那种 就不行啊 你还是要认真的化 只不过呢 就是这几个工具呢 我觉得它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练习 就它不是说你一上手就能画得特别好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使用技巧 比如说这个腮红高光阴影 它的那个下手的位置 我觉得要在这个中间下手 先往这画一笔 然后再往前这样晕开 然后它就比较不容易结块 包括眼影也是这个道理 我看十元里美在那个广告上画 也是先从中间段开始画 然后再从头到尾开始画 总之呢 这几个东西还是推荐给大家的 至于像这个什么 眉毛和这个口红阴影 这样就可以扔掉了 这种杂牌活的可以扔掉了 孩子货质量都还挺不错的 所以今天上来拍这个视频 就是想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最近使用这些懒人化妆神奇的近况 如果你平时早上时间很紧张 或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不妨一时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短暂的上来冒个泡 拜拜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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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